你知道有哪些人被小五的八段摔踢过吗 小五的暴脾气不用小编多说 相信大家都见识过 他的温柔一面只会在我们三个面前展示 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小五则是丝毫不会在乎 只要有人敢惹怒他和唐三 那么迎接他的必然是小五那惨无人道的八段摔 那么今天小编就和大家盘点一下 有哪些倒霉蛋曾来过小五的八段摔 其中你认为哪位的下场最惨的 请将你认为最惨的偷偷在评论区告诉小编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老规矩视频开始前记得关注小编哦 要不然下次你就找不到我了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第一位倒霉蛋便是不乐 众所周知不乐是一个出了名的大色饼 仗着自己等级较高的优势 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调戏美女 这次我们的胖子及时出现英雄救门 虽然胖子见义勇为值得称赞 但下一秒便被不乐揍成了猪头 众人见到胖子被揍成如此模样十分气愤 当即便要给胖子报仇为名除害 随之刚一出门便碰到了前来串门的小五 小五听闻后正义感爆发便主动请您去引出不乐 面对如此可爱呆萌的小五 果然很快便引起了不乐的注意 伴随两人走至小巷子之中 饥渴难耐的不乐终于忍不住对小五下手 而小五也不再伪装一个侧踹便将不乐定在墙上 可好色的不乐怎会善罢甘休 只见不乐再次朝小五攻来 但我们小五可不会惯着你 小五瞬间施展魅惑技能成功将不乐控制之后 紧接着便是一套豪华版的八段摔套餐 最后更是用了一招断子绝孙腿 把一旁观战的史莱克几人吓得不要不要 史莱克几人为了惩罚不乐 于是便将他绑了起来公之于众 不得不说史莱克众人此举真是大快人心 相信这个不乐以后再也不敢为非作胆了 第二位幸运儿就是破之一毒杨无敌了 当初唐三为了拉拢杨无敌加入唐门 可谓是磨破的嘴皮 最终杨无敌也是给了唐三面子与其单条 而由于两人魂力相差过大 双方紧紧交战输个回合之后 唐三便被杨无敌的破魂枪所中伤 敢知道唐三受伤小五怎么能忍 只见小五不顾灵魂被削弱的风险强行冲了出来 一个扫腿便将杨无敌击飞 小五想到一个人从他那犀利的眼神就可以看出 只见小五瞬间进入暴走状态 随后迎接杨无敌的便是那惨无人道的八段摔连招 幸亏危难时刻还保留一丝神智的唐三及时出手制止 否则这次杨无敌恐怕最少要在床上躺一个月了 最后小五竟连我们三个都摔 那么为何唐三会被小五摔呢 还不是因为那强大的海神之光 即便唐三吃下小傲的香肠进行增幅也顶不住其威压 无奈之下小五便只能亲自动手 只见小五瞬间释放无敌精神 然后紧紧地将唐三冷重 下一秒便将唐三扔了出去 接下来迎接唐三的便是来自小五的一套连招 不得不说小五是真的刚啊 活生生地将唐三踹了上去 虽然成功将唐三送到了目的地 但自己却不慎落入水中 幸亏唐三此时及时修罗附体 关键时刻将小五从水中救出 可以说唐三能顺利通过海神第一考 小五绝对是功不可没 好了以上就是品尝过小五八段摔的人了 你们还能再多说出一位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偷偷告诉小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